歡迎光臨粵語娛樂! 鄭少秋,這位《香港娛樂圈》中的老牌演員 最近再到成為熱門話題。 她帶女兒的離世,不僅使她的私生活受到關注, 連二女兒鄭恩怡都忍不住公開發聲。 鄭恩怡身為女兒,見到自己的父親和母親的關係如何破裂, 明白到肥者不是唯一受傷的人。 鄭恩怡過世之後,一向與肥姐關係密切的恩怡, 到曾經公開呼籲鄭少秋,希望她不要再犯錯, 多些關懷她的女兒鄭恩怡。 但是,這位聲爸好似選擇了繼續消失在公眾視線之外, 間接令觀精華來前台,為她發聲, 表現有點像是躲在學女的烏龜一樣。 面對父親的冷漠,鄭恩怡勇敢站出來,揭開母親逝世的真相。 表示鄭少秋和觀精華都有雜無可吐。 而近日有媒體報導說,鄭恩怡決定賤買母親的房產, 而且她絕接受高達6000萬的遺產。 到底是什麼原因引致這個決定? 有觀眾揣測,鄭恩怡買房可能是為了湊錢和老爸夫妻進行鬥爭, 又或者想和過去真正的告別。 可能以往看母親的臉, 她都忍著沒有揭開鄭少秋的真面目。 但現在情況不同, 買房就象徵著她內心的一個新出發。 至於她絕遺產那件事, 其實這位女嘉賓一開始就無心思要接受。 對她來說, 可能覺得這樣是一個負擔。 而她絕之後, 那筆錢會捐出去做善事, 等於是她做了一件好事。 沒有了那筆錢, 鄭恩怡將來都不怕有男人, 只是因為錢而接近她。 另外,鄭恩怡也指責觀精華手段數多, 指她是媽媽和鄭少秋離婚過程中, 以及媽媽生病時都有份。 肥姐和鄭少秋分手之後不久, 她們就結了婚, 還拍了婚紗照。 對肥姐來說, 這模擬是一種羞辱。 講到鄭少秋, 她1947年生於香港, 原名黃可忠, 之後隨繼府改叫鄭創世。 家中的長子身份, 令她早早就要肩負起照顧家庭的責任。 但她不是照老爸的期望讀很多書, 反而忠誠於表演藝術。 17歲開始踏入演藝界學習表演。 到了1967年, 鄭少秋主演的第一套電影《黑殺星》令她正式出道。 那年,背景富裕的沈殿霞都加入了TVB, 做最初的藝員之一。 開始主持歡樂今宵以豐裕的身材和開朗性格。 她被稱為肥姐,聲名大噪。 到了1970年, 鄭少秋都加入了TVB和歡樂今宵有緣。 兩位升級人物的命運開始交織。 但是蝶家鄭少秋的女朋友不是沈殿霞, 而是她的閨密深深。 深深是歡樂今宵的元老之一, 那時的紅的時候, 肥姐還只能算是身首一名。 他們兩個因為節目裡頭的搞笑環節多次扮演情侶, 最後傷愛,令深深成為她的初戀女朋友。 深深好欣賞有型有款又有才華的鄭少秋。 不知道鄭少秋竟然對他隱瞞了之前的感情經歷 哇,那倒好像在戲裡面那樣 深深對鄭少秋的愛情幻想突然間變了調 不知道怎樣當面和他四拜 知道沈殿霞正和鄭少秋共事 于是托他遞了封信過去 肥者以為阻解程義 帶著信去找鄭少秋 怎知他看完信之後的反應令人擔憂 竟然有了智慧的念頭 肥者心裏面自責不移 擔心鄭少秋作出傻事 于是每日約他逛街吃飯 就連同閨物看電影都不忘拾送鄭少秋一程 後來是如此 兩個人之間竟然撻住了火花 對外界來說 他們兩個人好像天同地敢不搬陪 一個是紅到不得了的肥姐 香港電影界的大佬 娛樂圈的大哥哥個個都跟他掛勾 樂壇老前輩都是他的好朋友 翻版甚至當他做錢媽 而鄭少秋的知名度就相對平平 就這樣 圈內不少人圈肥姐放了心 小心點禁話 你小心點啊 人家搞不好是想用嚇你 但審殿下仿佛入了情治算盤 滴也不顧 正值事業巔峰的肥姐 竟然毅然決然的決定淡出娛樂圈 轉而做起家庭主婦 毫無保留地利用自己強大的人物幫助鄭少秋上位 而鄭少秋的表現都不跪是影視圈一火染染升起的星 從煙雨蒙蒙的何舒緩到《書劍恩仇錄》中多角色演出 再到《倚天屠龍記》裏面的《張無計》 每一部戲都創造了修時佳織 就連金庸都對鄭少秋的精湛演技讚口不絕 但話越反轉頭 鄭少秋對於肥姐和南南的忽視絕情 真是叫人難以置信 鄭少秋優雅吸引的形象 拍戲過程中不少對象曾與她傳出緋聞 不過綠水精華顯然在肥姐心頭上一根刺 為了證明心意 鄭少秋決定求婚 吸了兩人十一年愛情的總結 就這樣 於1985年1月 他們兩口子去了加拿大結婚 婚禮倉促進行 肥姐甚至無時間為自己準備婚紗 結婚後鄭少秋似乎顯露真面目 婚後一年多 他們始終沒有孩子 一日 鄭少秋吸了肥姐一個迫切的要求 再吸三年時間讓她生小孩 如果不成功的話 就不要罵她 肥姐為了達成鄭少秋心軟 最近40歲高齡經過重重困難 終於人工受孕成功懷孕 但當肥姐將這個好消息告訴鄭少秋那時 鄭少秋只是冷淡地回應 確保是我的 男人心意變 或者真是不會轉頭 1987年5月 40歲高齡的肥姐彈下男男鄭欣兒 鄭欣兒八個月大時 肥姐跟鄭少秋提出離婚 一年後她跟管精華走入婚姻殿堂 自沈殿霞過世後 女兒鄭欣兒就似走入份命轉 日子不是那麼好過 一邊是鄭少秋和管精華從頭愛河 好事成雙 起得兩個女群 另一邊鄭欣兒就孤身隻影 但靠母女兩人雙依為命 2002年 沈殿霞鼓足膽問鄭少秋那句 撞在心底幾十年的問題 你有沒有愛過我? 鄭少秋帶點氣躍禁肯定了回答 叫沈殿霞開心到爆炸 因為這生人這世 她等的就是這個答案 2008年 肥姐因肝癌喊了天堂彩虹 鄭欣兒仿佛一下變成了孤兒 鄭氏孤兒的這個名 她以後見到父親的機會實在太少 每次見到都覺得好像見偶像那樣 緊張到不懂說什麼 鄭欣兒在我不是明星節目上激動表白 我小時候整天問我媽 為什麼其他孩子放學可以有爸媽來接 我就只有個薯仔等 不要擔心 爸在做著事 努力拿錢養家 一定會來接的 我媽這麼說 終於有一天 爸爸真的來了 我這麼開心 就撿著她那隻手 周圍向老師同學示範 這麼的瀟灑淋巴爸爸 是我睡的 這個記憶 我永遠記得 沈殿霞身體抵受不住那時 鄭少秋就擺過狗的樣子 連臉都沒背過一次 肥姐的葬禮 她更加是缺席了 記得當時沈殿霞好幼 大台的鄧光榮都公開在台上 罵她沒有責任心 直問她 你對肥肥和欣怡又做過些什麼 鄭少秋被迫上台致圓其悅 但是親友們就連臉都不像那樣 覺得那些東西她說都只不過是借口 現場一度超級尷尬 但是那時鄭欣怡就表現得很成熟 她說 今天是我媽的葬禮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靜向她自愛 不要被外界的壞說法影響到心情 肥姐影響深遠 從來不在欣怡以邊 越過鄭少秋一些壞話 反而經常幫她解困 不過 肥姐沈殿霞離開我們之後 遺產都不是全數留給欣怡 而是給了她信任基金 令到欣怡一直到35歲才有得勾 之前只能夠每個月拿兩萬過日子 自小習慣大方開支的欣怡就經歷了被男友騙錢 一時間身無紛紛 生活苦不堪言 在罪苦的時候 身邊竟然沒有一個人可以撐腰 當年的報道有提到 欣怡透露她的人生曾經只為了媽媽而活 但是媽媽一走 原本骨肉的人 忽然就不再當她是家人 她感到這個世界頹喪無望 香港樂壇巨星鄭少秋的親情路 真是可以說曲折令人唏噓 媒體曾經議題面命問起關於女兒的事 阿秋哥卻似乎一問沙不知 頓時關於對季女放養的新聞又再度掀起波蘭 在大家的記憶裡 鄭欣怡向來都是個豪爽大方 又有爭議被人遵遵樂道的女歌手 而我們都是到了鄭少秋 在我不是明星上為女來支持餐場那刻 才明白原來當年的併氣是無奈之下的抉擇 阿秋哥曾經透露自己七跌人生 對於女兒欣怡 最掛念的就是她小時候 她手上一直錘帶著欣怡一歲時的相片 每每一見就會情不自禁的展露微笑 因為一家人分處兩地 欣怡和媽媽沙殿下住在新加坡 而阿秋哥就四處走劇組拍戲 日夜翻轉 欣怡和年視的爸爸常常不在身邊 她曾經心想等到女兒帶過再來補償 但誰不知光陰似箭 錯過的依然無法追回 所幸跟著阿姐沈殿霞成長的欣怡 品行出眾大氣包容 如今婦女倆已經和解 更是娛樂圈中互相支持的佳話 相比之下阿秋哥師生女的命運就苦些 記不記得之前提到過 鄭少秋是因為私生活混亂 和前女友深深分手的事 其實更添混亂的 是阿秋哥當年有了個私生男男 她和飛圈中人盧瑞宇 在學演戲那陣短暫的愛情 情投意合過程固然美好 但最後性格不合而分到揚彪 分手那陣她的前女友帶走了男男老安兒 在多年前我供她讀大學 但之後我們就再無聯絡 走在街上碰到都不知幾時能夠認出對方 對她我心裡有點遺憾 鄭少秋面懷的雪道 相比阿秋哥和欣怡能夠互相扶持 老安兒對爸爸來說可能就真是像露人禁料 親情的無奈露人的距離 是人生中最令人感慨的一刻 講完今天的故事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